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 高 中 低 使用排序功能 它一定不是依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排序 这时候就可以设定自定清单来处理 将需要排序的文字调整为有意义的顺序 再将它复制到记事本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 待我们继续看下去 选取需要排序的范围 按下排序 再排序这一栏选取自定清单 再将刚刚贴入记事本的文字复制到清单项目 按下新增 这样就会看到它已经成为一组自定清单 并选取这组自定清单 按下完成 就会看到这个范围内的顺序依照这个定义排序 英文高中低我们换个方式 按下档案并点选选项 选取进阶 并将卷轴往下拉动 就会看到编辑自定清单的按钮 点击它 就会看到自定清单的项目 在汇入清单来源的框框里 选取我们定义好的范围 由于在进入设定前 就已经选定范围 所以这个框框里面 就会呈现选取的状况 但是还是可以重新选取 选定范围后 按下汇入 新增 那么就可以在排序的自定清单中使用它 编辑自定清单的路径只有两个 一个是由排序的位置进入 另一个则是从Excel的选项进入 这是因为自定清单是可以长期使用 所以它的设定层级比较高 由于我使用的是中文版系统 在预设的清单里 就会有预设中文的排序资料 如果在安装Office的语言包 其中也会有各种语言的自定清单可以使用 这里会发现预设的清单呈现灰色 是不允许修改的 抄出这些清单之外 就必须要再自行设定 有些中文的例子使用外文的朋友请多包含 如果你经常需要一份固定的清单 也可以将它设定为自定清单 例如星座名称或是学生名单 我已经将星座的顺序整理好 可以直接将这些资料贴入自定清单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使用排序功能 它一定要有选取范围 这就变得麻烦 毕竟我只是要编辑自定清单 而非要排序 既然Excel坚持 那么就选定范围吧 复制选定的范围 进入到排序功能 就会发现选取虚线不见了 再试一次 它确实是不见了 继续进到自定清单 按右键贴入资料时 却显示剪贴部内容是空的 所以利用记事本来处理这些资料 反而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进入自定清单的设定后 贴入复制到记事本的资料 并且按下新增 在这里只是要新增清单 而不是要排序 按取消退出 至于新作的中文 我使用Option贿入 你可以比较看看哪个比较适合 对话框已经将选取的范围代入 但是依旧可以重新选取 如果需要设定几组清单 那么这将是方便的做法 制作完成的自定清单 就可以在储存格中输入第一个项目 往下拖曳 就会自动将这个自定清单的内容填入储存格 它会不断地循环显示 要注意它是不是已经在循环状态 当然 如果你输入的名称不是第一个项目 它同样可以依照这个顺序显示 如果要扩充原有的排序项目 可以直接编辑清单项目 我说的扩充 就是在原有的高中低里面 再加入几个不同的项目 原有的清单项目将会包含在编辑后的清单里 即使需要排序的项目只有高中低 它依旧会按照清单顺序排列 由于这次要演示的是排序 所以将编辑好的项目复制到记事本 再复制回来 进入自定清单 选取原有的清单项目 将编辑好的项目贴入 按下新增 它就会更新原有的清单项目 到这里 自定清单解说完毕 想要下车的请拉下车铃 既然自定清单可以设定你所需要的项目 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 自定清单到底可以容纳多少项目 我准备了500个英文姓名与中文翻译 将这些姓名贴入自定清单中 再将它复制出来 就可以得知它所容纳的项目数量 先将英文姓名与中文翻译汇入自定清单 再依序将清单项目复制出来 使用Option处理自定清单 很方便的就可以汇入多组清单项目 这里有点繁复 当然也可以使用条件式格式设定 将进入循环的项目标示出来 比对的结果 清单项目数量并不相同 这表示清单项目的数量与字数有关 换句话说 这个容器可以容纳的字数是固定的 由于Word的字数统计比较详尽 所以将它复制到Word计算字数 这里只贴入纯文字 避免被其他格式字源影响 差不多是在1700个字左右 当然 需要制作这么长的清单算是少数 如果是一般使用 就不需要担心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